他的眼睛就 就愣一下 就愣一下 What is that?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风打个大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 台湾最恐怖的事物 那我说最恐怖的事物的意思就是 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 台湾最可怕的事物 到底是什么 以我的考察 屁蛋豆腐就是台湾最恐怖的事物 为什么呢 因为对一个外国人来讲 他从头到尾就是十分恐怖 为什么呢 第一个 他的颜色 他的颜色完全没有吸引力 另外一个 你一切开它 里面很浓郁 很恐怖 很恐怖 其实我对 屁蛋豆腐非常的兴趣 我很喜欢 每次去 每次去个牛肉餐厅 一定要吃屁蛋豆腐 它非常好吃 把它们那个混在一起 把它打碎 那混在一起 豆腐跟蛋混在一起 这个是非常好吃 加很多姜油 很多醋 那把它打一打 打碎了 那就吃吃 每一口就是一个甜糖 我觉得非常好吃 我不晓得为什么外国人不喜欢这个屁蛋豆腐 我完全不了解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屁蛋豆腐的时候 刚来台湾的时候有个朋友 他带我去个牛肉餐厅吃饭 他们点一些那个牛肉面 好可以 牛肉面不错 后来一盘 屁蛋豆腐 放在桌子上 What is that? 当时 那个是我的饭令 很恐怖 很恐怖 应该能想象 一个外国人刚来台湾的时候看到这个事物 会吓死人 另外一个 他就马上跟我讲一下 这个屁蛋豆腐的历史 他说早期他们会用马鸟 放在马鸟里面 让它尿造 应该是尿造吧 所以外国人的话 里面这里很浓郁 我们不喜欢这个 GUI的 的食物 我们 我们不习惯GUI 而且是冷的 味道也有点感觉是已经浮掉 因为基本上这个就是发酵的 或是酿造的 所以他大概就是浮掉了 他就是真的是一个坏蛋 那豆腐很多外国人不喜欢豆腐 因为他也是QQ的 也是冷的 我们会有点怕 所以这个可能是台湾 外国人最怕的食物 那就这样 就这样 这个就是一个坏蛋 这个就是 屁蛋豆腐 我觉得非常好吃 我虽然可以了解 为什么外国人不习惯这个口味 因为它非常浓重 也有这个发酵的味道 但是呢 我是个人觉得 屁蛋豆腐就是台湾的骄傲 一定要加葱 因为台湾有这个很多那个古时候的做法 因为当然以前没有轮动 国外也一样 所以就是要想个办法可以保留这些食物 所以一个方法是发酵 酿造 但是呢 听说 由于科技的发酵 现在他们不会用那个马匹 当然 很小 现代人会喝马匹 这个是不可能的 或用马匹那个发酵 那样做东西 所以 听说现在的做法 现代的做法 就是加一些化学 我不晓得 但是 如果 有人在台湾 知道一个地方 他们用这个 传统 早期的那个做法 用那个马匹 发酵 屁蛋豆腐 你一定要跟我讲一下 因为我要马上去 那个餐厅 吃吃 因为我很想知道 用马匹 跟现在的方式 的口味 是有什么区别 一定是不一样的 不可能是一样 所以 我想吃吃看 我不会怕 因为它的口味 特别重 一次 你真的吃一个 我从来没有吃两个 两个可能太多了 但是 很配 牛肉 我最喜欢吃牛肉面 我 那个四川面 屁蛋豆腐 很配 这个是非常好吃 这个真的是一个天堂 不能多说 不能多说 这是 真的好吃 老婆也很喜欢 所以 她知道 我每次去一个那个 牛肉餐厅 她会去冰箱 因为部分的就是 你可以自己去拿 屁蛋豆腐 那她会帮我处理一下 因为她的 她的用法 叫比较当地 她她比较厉害 那她把大水 那个加醋 加醬油 非常好吃 所以 如果 如果你也喜欢 屁蛋豆腐 你可以跟我讲一下 在底下 或者你不喜欢 你可以跟我讲 为什么你不喜欢 或者你如果有一个 外国人的伴 外国人的老公 外国的太太 你跟我讲一下 他们是不喜欢 屁蛋豆腐 因为我觉得非常好吃 好的 谢谢大家 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